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公告 发文日期中华民国111年4月21日 发文4号三公交控制第1110039390号 主旨台20105线0K到44K眉山口道向阳路段 自111年5月1日期有条件开放一般民众通行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 公告事项 1. 管制路段台20105线0K到44K眉山口道向阳路段 2. 管制方式 1. 开放进入时段为上午7点到下午2点 可由眉山口管制站及向阳管制站进入 2. 一般用路人下午2点后禁止进入 3. 下午3点起至大观山隧道两端保全尽请疏导眉山口至向阳路段 一般用路人车离开管制路段 3. 下午5点眉山口至向阳路段全线进空 4. 每周星期二及星期四为道路管制日 全日部开放通行 5. 开放通行车总为未满五顿货车 及九人座以下客车大型重机及机车 6. 遇台风期间地震大雨土石流道路结冰 3. 山南起雾边坡摊坊陆基灾害及紧急事故等特殊情形 3. 必要时本处将公告封闭道路 4. 与管制路段至禁止临时停车 红色边境处任意停车 临时停车或人员下车逗留 依法举发开罚 无不可遇时逗留 处长无招簧 南河眉山口到向阳复通 是许多人近13年来的盼望 复通初期养工处提醒用路人 可以的话尽量避开假日 人潮较不会拥塞 因为天池到向阳路府不宽 如果涌路太多人车 恐怕会有不愉快的行车经验 枉费空来一趟最美丽的高山公路 不见美景却见绵延车流 恐是大家不愿见到的情况 尤其如果进入的车辆已有拥塞状况 眉山口及向阳路口 将会定时定量管制进入或引导回转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事项 另外也请用路人行经南河公路 随时注意偶发性的可能落实 以及注意道路两侧设立之公路资讯看板 CMS 及收听警网路况广播 以作为是否进入南河眉山口至向阳路段的参考 或许可遇